好另外再带您看到光复乡公所在县政府核定 相待会通过防疫礼金发放的计划 那么从3月底就开始发放领取到5月31号截止 那么领取率就超过了9成3 那么面对这波严峻疫情的冲击 乡公所的防疫工作是不松懈 那么乡长林清水也呼吁民众要持续做好自我防疫的工作 光复乡公所在相待会这次通过并经由县政府核定后 从3月底开始发放千元防疫礼金作业 直到5月31号截止 而整个作业昨天31号顺利结束 初估领取率就高达9成3 总共大概有11731个人 到昨天来领取大概有10838 领取率大概92.38 所以增加不错 我们最后期间也请村长去找 为什么没有领取的原因 那可能在连络不上 可能在别部上班 还是说医护在小孩子那边 所以我们就就到昨天结束 光复乡公所有鉴于近几年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百公百业 也波及到乡亲民众原来的生活 于是和县内的秀林、封兵 以及凤林等乡镇跟进 发放千元防疫礼金 获得乡亲民众的支持 各村完成领取率平均都超过九成以上 而这一次疫情影响深远 乡长林清水表示 乡公所的防疫工作不松懈 也呼吁乡亲民众 持续做好自我的防疫工作 因为这个疫情还那么严峻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说 我们像今天到防疫的最基本的设施 虽然有时候确实之后没有很大 可是还比较依照这种规定 来做隔离 来做相关的设施 今年花莲疫情特别严峻 乡公所也发放防疫礼金 希望能够对乡民有所注意 希望大家团结度过疫情难关 记得11月蓝光复采访报道